善用免费资源自学法律 破除学习障碍 成功培养日常生活的法律软实力 你觉得学法律需要花大钱? 法律条文常常让你一头雾水 判决书上的文字明明是中文 却都看不懂 花钱找律师打官司 官司打完钱也花光 学习法律的免费资源有哪些呢? 筛选出有学习价值的司法案件 透过新闻搜寻出来的判决 会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法院判决是学习法律的最好调材 任何案件的学习首先就是要找出判决权文 再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类 任何法律的学习都离不开条文本身 进行相关书状练习增进论述能力 建立法律实力 本书透过知名案例让你能轻松学习 明法、家事法、刑法、公法、程序法等等 每个案例都会列出以下几点 我们来看看书中的案例 妈妈在咖啡店的民事矛盾判决 雇用人责任 甲乙丙三人合资成立A有限公司 并设立A咖啡店 丁受雇担任店长 甲乙丙三人轮流看管店面 A为咖啡店常客 应交到丁投资理财与丁熟事 两人之间有金钱往来 丁与其男友物交往多年论及婚嫁 但欠缺资金 丁得知A家中富裕 于是以帮甲儿子庆生为由 邀请A与其配偶B前往咖啡店 丁在饮料中下安眠药 A、B喝下后在店内昏昏欲睡 丁趁机搀扶AB两人至户外 拿出凶器将两人杀害 弃失于河岸 之后再持两人提款卡提领现金 假扮成B 预将其存款提领出来 被银行行员发觉有意 报警将丁逮捕 丁在刑事程序被判决有罪 并认定甲乙丙三人并未参与犯罪 民事部分 A的儿子CD及B的母亲E 分别向甲乙丙丁及A公司提告 法院在E的民事程序中 判决被告必须连带 对E负损害赔偿300多万元确定 在CD的民事程序中 仅判决丁与A公司 必须对CD负连带损害赔偿 然尚未确定 本案究竟谁有理 执行职务的认定 本案最大的争议在此 行为人在店外杀害被害人之 故意犯罪行为 是否人属执行职务 实务上也是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见解 肯定见解认为 只要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之便 从事侵权行为 而雇主有防范的可能时 雇主仍要为行为人之侵权负责 否定的见解认为 行为人超出执行职务的 个人犯罪行为 雇主无需负损害赔偿之责 关键在于是否雇主 众加以助益 损害仍然会发生 事实上 本案自从进入法院审判以来 双方一直互有胜负 很难判定孰是孰非 本文认为 依民法第188条第二项的 横平责任来界定责任归属 可能是比较折中的做法 一方面降低股东的赔偿责任 一方面也不至于让被害人 完全得不到赔偿 还有更多知名实际案例 就要去看 善用免费资源自学法律 破除学习障碍 成功培养日常生活的法律软实力